智能贩售机器人数字气味体验器智能货架 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互开幕 在某食品展商展台上 一系列超酷的智能零售模式 吸引了大批观众排队体验 智能贩售机器人会在设定好的区域内自由行走 如果有顾客停在面前时 便会停下来进行产品讲解 顾客心动后便可通过刷手支付拿到产品 当他检测到有人停在他的面前的时候 他会停下来 并且很友善地向你去推荐里面的产品 给你进行一个介绍 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注册过的用户 直接通过扫描手闻的方式 就可以进行再次购买 在超市里想购买产品 只能通过外包装来判断 这让顾客很难选择自己真正心意的口味 在现场展示的数字气味体验器 只要带上一个薄环 就可以通过电子屏幕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口味 来闻到自己所选的产品味道 你可以选择你最想最感兴趣的这个产品 点击它 然后我们这个机器呢 就会往空中去喷射一些数字的气味 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产品 带给你的这个很丰富的 这个果香也好 花香也好 看起来普通的货架也可以暗藏拳机 智能货架可以通过芯片 感应顾客拿走的是哪件产品 随后在货架的大屏幕上 播放相应的产品介绍 让顾客了解产品的特点 及使用方法等 当你从这个货架上 拿下相应的产品的时候 你会发现货架上面的这个电视机 已经开始向你展示这个 你拿下来的这个货品 它相应的一些特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